《勞家福音》 第一章 提阿菲羅大人呀! 有好詩人提筆作書, 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 是照傳導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 又傳給我們的。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 就定義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 當猶太王希律的時候, 亞比亞班女有一個祭司, 名叫薩加利亞, 他妻子是阿倫的後人, 名叫以麗莎白,他們二人, 在神面前都是二人, 遵行主的一切戒命。 例如,沒有可指責的, 只是沒有孩子, 因為以麗莎白不生育, 兩個人又年紀老賣了。 薩加利亞按班次, 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職份, 照祭司的規矩祭簽, 得盡主電燒香, 燒香的時候, 眾百姓在外面討告,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壇的右邊, 向他顯然。 薩加利亞看見, 就驚慌害怕。 天使對他說, 薩加利亞,不要害怕, 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 你的妻子以麗莎白, 要給你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叫若翰, 你必歡喜快樂。 有許多人因他出生, 也必喜樂。 他在主面前將要為大, 淡酒,農酒都不渴, 從無福女就被聖靈充滿了。 他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 歸於主他們的神。 他必有以利亞的心智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 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 叫撥翼的人轉從兒人的智慧, 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 薩加利亞對天使說, 我憑著什麼可知道這事呢? 我已經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紀老了, 天使回答說,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家伯烈, 奉差而來, 對你說話, 將這好信息報給你。 到了時候, 這話必然應驗, 只因你不信, 你必雅巴不能說話, 直到這事成就的日子。 百姓等候薩加利亞, 差異他許久在殿裡, 及知他出來, 不能和他們說話。 他們就知道他在殿裡見了異像, 因為他直向他們打首飾, 竟成了雅巴, 他公職的日子已滿, 就回家去了。 這四日子以後, 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懷了人, 就隱藏了五個月。 說, 主在眷顧我的日子, 這樣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間的羞恥脆除掉。 到了第六個月, 天使家伯烈奉神的差遣, 往加里里的一座城去, 這城名叫拿薩勒, 到一個同女那女, 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 名叫約瑟, 同女的名字叫瑪莉亞。 天使進去, 對她說, 蒙大恩的女子, 我問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瑪莉亞因這話就懇驚慌, 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什麽意思。 天使對她說, 瑪莉亞, 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你要懷孕生子, 可以給她起名叫耶穌, 她要為大, 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主神要把她祖大衛的位給她, 她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遠, 她的國也沒有窮盡。 瑪莉亞對天使說, 我沒有出嫁, 怎麽有借事呢? 天使回答說, 聖靈要臨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欲備你。 因此, 所有生的聖者, 必稱為神的兒子。 況且, 你的親戚以理沙伯, 在年老的時候, 也懷了男胎, 就是那數來稱為不生育的。 現在有人六個月了, 因為出於神的話, 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瑪莉亞說, 我是主的侍女, 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離開她去了。 那時候, 瑪莉亞起身, 急忙往山地裡去, 來到猶大的一座城, 盡了薩加利亞的家, 問以利沙伯安。 以利沙伯一聽瑪莉亞問安, 所懷的胎, 就在福裡跳動。 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 高聲喊著說, 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懷的胎, 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借女來, 這事從哪裏得的呢? 因為你問安的聲音, 一入我耳, 我福裡的胎, 就歡喜跳動。 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為主對她所說的話, 都要應言。 瑪莉亞說, 我心尊主為大, 我靈以神我的舊主為樂, 因為她顧念她是女的卑微, 從今以後, 萬代要清我有福, 那有權能的, 為我成就了大事。 她的名為聖, 她連吻敬為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她用磅秘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 正心裡妄想, 就被她趕散了。 她叫有權兵的失衛, 叫卑賤的升高,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 叫附足的兇手回去。 她輔助了她的仆人以色列, 為要紀念阿伯拉罕和她的後裔, 詩年文直到永遠。 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 瑪莉亞和以利沙伯同住, 約有三個月, 就回家去了。 以利沙伯的產期到了, 就生了一個兒子, 倫理親族, 聽見主向她大師連吻, 就和她一同歡樂。 到了第八日, 她門來要給孩子行葛禮, 並要照她父親的名字, 叫她薩加利亞。 她母親說, 不可, 要叫她約翰。 她們說, 你親族中沒有叫謝名字的, 她們就向她父親打首飾, 問她要叫謝孩子什麼名字。 她要了一塊寫字的版, 就寫上說, 她的名字是約翰。 她們便都稀奇, 薩加利亞的口立時開了, 舍頭也輸展了, 就說出話來, 清眾神, 周圍居住的人都懼怕。 這一切的事, 就傳遍了猶太的山地。 凡聽見的人, 都將這事放在心裡, 說, 這個孩子, 將來怎麼樣? 因為有主與她同在。 她父親薩加利亞, 被聖靈充滿了, 就預言說, 主以色列的神, 是應當清重的, 因她眷顧她的百姓, 為她們施行救贖。 在她博人大衛家中, 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國。 正如主席著從創世以來, 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 請救我們脫離仇敵, 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 向我們列祖師連吻。 紀念她的聖約, 就是她對我們祖宗阿伯拉罕所起的誓。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就可以終身在她面前, 坦然無懼的, 用聖結, 公義, 侍奉她。 孩子呀, 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 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預備她的道路, 叫她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們神年吻的心腸, 叫清神的日光, 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淫淚的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那孩子漸漸長大, 心靈強健, 住在曠野, 直到她顯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第二章 當那些日子, 該薩亞古士都有旨以下來, 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策。 這是居里紐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 頭一次行報名上策的時。 眾人各歸各成, 報名上策。 若是也從加利利的拿薩勒城上猶太去, 到了大衛的城, 名叫百利行。 因她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她所拼之妻, 馬利亞一同報名上策。 那時, 馬利亞的身人已經重了, 他們在那裡的時候, 馬利亞的產期到了, 就生了頭胎的兒子, 用布包起來, 放在碼頭裡, 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 在百利行之野地裡, 有牧羊的人, 夜間按著庚刺, 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 我補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 包著布, 我在碼頭裡, 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 有一大隊天兵, 和那天使讚美神說, 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 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說, 我們往百里行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他們急忙去了, 就尋見瑪利亞和約室, 又有那嬰孩我在瑪曹裡。 既然看見, 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凡聽見的, 就差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 瑪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裡, 反覆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了, 因所聽見, 所看見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 就歸榮耀與神, 讚美他。 滿了八天, 就給孩子行葛禮, 與他起名叫耶穌, 這就是沒有承拖以前, 天使所起的名。 按摩西律法, 滿了潔淨的日子。 他們帶著孩子, 上耶路撒冷去, 要把他獻與主。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記, 凡頭生的男子, 必稱聖歸主。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說, 或用一對斑溝, 或用兩隻初甲獻祭。 在耶路撒冷, 有一個人名叫西面, 這人又公義又虔誠。 素上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 又有聖靈在他身上。 他得了聖靈的啟示, 知道自己未死以前, 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聖靈的感動, 進入聖殿。 正如見耶穌的父母, 抱著孩子盡來, 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 世面就用手接過他來, 清重神說。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話, 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孩子的父母, 因這論耶穌的話就稀奇, 西面給他們祝福, 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說。 這孩子被立, 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 許多人興起, 又要作偉抗的話並, 叫許多人心裡的意念顯露出來。 你自己的心, 也要被刀刺頭。 又有女先知名叫阿娜, 是阿徹之派, 發耐力的女兒。 年紀已經老邁, 從作同女出嫁的時候, 同丈夫住了七年, 就寡居了。 現在已經八十四歲, 並不離開聖殿, 禁食祈求, 早夜侍奉神。 正當那時, 他盡前來清謝神, 將孩子的事, 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 若失和馬利亞, 照主的律法, 辦完了一切的事, 就回家裡來, 到自己的城拿撒冷去了。 孩子漸漸長大, 強健起來, 充滿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每年到如月節, 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 他們按著節旗的規矩上去。 守滿了節旗, 他們回去, 孩童耶穌營救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並不知道,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 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親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 既找不著,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過了三天, 就遇見他在殿裡, 坐在教師中間, 一面聽, 一面問。 凡聽見他的, 都稀奇他的聰明, 和他的應對。 他父母看見就很稀奇, 他母親對他說, 我兒, 為什麽向我們這樣行呢? 漢娜, 你父親和我相心來找你。 耶穌說, 為什麽找我呢? 豈不知, 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 他所說的這話, 他們不明白。 他就和他們下去, 回到拿撒勒, 並且信從他們。 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裡。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 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 都一起增長。 第三章。 該撒提彼留, 在位第十五年, 本雕比拉多作猶太巡虎, 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 他兄弟肥力, 作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 雷薩烈作亞比利利分封的王。 阿那和哥亞法作大祭司。 那時, 撒加利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裡。 神的話臨到他, 他就來到約旦河一帶地方。 宣講悔改的浸禮, 使罪得赦。 正如先知以塞亞書上所記的話, 雪。 在曠野有人聲哭著雪。 以備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 一切山蛙都要填滿。 大小山崗都要削平。 彎彎彎彎的地方, 要改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 要改為平坦。 凡有血氣的, 都要見神的救恩。 若漢對那出來, 要受他淨的眾人說。 毒蛇的種類, 誰只是你們逃避將來的憤怒呢?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與悔改的心相稱。 不要自己心淚說, 有阿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我告訴你們, 神能從這些石頭中, 給阿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現在, 父子已經放在樹根上。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 就坎下來雕在火裡。 眾人問他說, 這樣, 我們當作什麼呢? 若漢回答說, 有兩件衣裳的, 就分給那沒有的。 有食物的, 也當這樣行。 又有水利來要受針, 問他說, 夫子, 我們當作什麼呢? 若漢說, 除了麗定的數目, 不要多取。 又有冰釘問他說, 我們當作什麼呢? 若漢說, 不要以強暴代人, 也不要討詐人。 自己有錢糧, 就當之竹。 百姓只望基督來的時候, 人都心裡猜疑。 或者, 若漢是基督。 若漢說, 我是用水給你們私浸。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 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私浸。 他手裡拿著波機, 要揚證他的牆。 把墨紙收在倉裡, 把腔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若漢又用許多別的話勸百姓, 向他門傳福音。 指示, 分封的王希律, 因他兄弟之妻希羅底的緣故, 並因他所行的一切惡事, 受了若漢的責備。 又另外添了一件, 就是把若漢收在監裏。 眾百姓都受了朕, 耶穌也受了朕。 正討告的時候, 天就開了, 聖靈降臨在他身上, 形狀彷彿監子。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 說:「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悦你。」 耶穌開頭傳道, 年紀約有三十歲, 依人看來, 他是約室的兒子。 約室是希里的兒子, 希里是瑪塔的兒子, 瑪塔是利美的兒子, 利美是墨基的兒子, 墨基是雅拿的兒子, 雅拿是約室的兒子, 約室是瑪塔提亞的兒子, 瑪塔提亞是阿摩斯的兒子, 阿摩斯是拿紅的兒子, 拿紅是以斯里的兒子, 以斯里是拿該的兒子, 拿該是瑪雅的兒子, 瑪雅是瑪塔提亞的兒子, 瑪塔提亞是西美的兒子, 西美是約室的兒子, 約室是猶大的兒子, 猶大是約阿娜的兒子, 約阿娜是利撒的兒子, 利撒是所羅巴伯的兒子, 所羅巴伯是薩拉鐵的兒子, 薩拉鐵是尼利的兒子, 尼利是墨基的兒子, 墨基是阿底的兒子, 阿底是哥桑的兒子, 哥桑是以摩當的兒子, 以摩當是以的兒子, 以是約世的兒子, 約世是以利以謝的兒子, 以利以謝是約令的兒子, 約令是瑪塔的兒子, 瑪塔是利美的兒子, 利美是西面的兒子, 西面是猶大的兒子, 猶大是約室的兒子, 約室是約南的兒子, 約南是以利亞境的兒子, 以利亞境是米利亞的兒子, 米利亞是瑪南的兒子, 瑪南是瑪達他的兒子, 瑪達他是拿丹的兒子, 拿丹是大衛的兒子, 大衛是耶西的兒子, 耶西是俄比德的兒子, 俄比德是波阿斯的兒子, 波阿斯是薩門的兒子, 薩門是拿順的兒子, 拿順是阿米拿達的兒子, 阿米拿達是阿蘭的兒子, 阿蘭是希斯倫的兒子, 希斯倫是法律師的兒子, 法律師是由大的兒子, 尤大是雅各的兒子, 雅各是以撒的兒子, 以撒是阿伯拉罕的兒子, 阿伯拉罕是他拉的兒子, 他拉是拿學的兒子, 拿學是西綠的兒子, 西綠是拉伍的兒子, 拉伍是法勒的兒子, 法勒是希伯的兒子, 希伯是沙拉的兒子, 沙拉是該南的兒子, 該南是阿伯撒的兒子, 阿伯撒是閃的兒子, 閃是諾亞的兒子, 諾亞是拉麥的兒子, 拉麥是馬土薩拉的兒子, 馬土薩拉是以諾的兒子, 以諾是雅烈的兒子, 雅烈是馬勒烈的兒子, 馬勒烈是該南的兒子, 該南是以諾士的兒子, 以諾士是塞特的兒子, 塞特是阿當的兒子, 阿當是神的兒子。 第四章 耶穌被聖靈充滿, 從約旦河回來, 聖靈將他引到曠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哪些日子, 活有吃什麼? 日子滿了, 他就餓了。 魔鬼對他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吩咐這塊石頭, 變成食物。 耶穌回甲說, 經上記著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魔鬼又領他上了高山, 殺時間, 把天下的萬國都只吸他看。 對他說, 這一切拳兵榮華, 我都要吸你。 因為, 這原事交付我的, 我願意吸誰就吸誰。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這都要歸你。 耶穌說, 經上記著說, 當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魔鬼又領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墊頂上。 對他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從這裏跳下去。 因為經上記著說, 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托著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耶穌對他說, 經上說, 不可視探主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視探, 就暫時離開耶穌。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 他在各會堂裡教訓人, 眾人都稱讚他。 耶穌來到拿撒冷, 就是他長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規矩, 進了會堂, 站起來要念聖經。 有人把先知以塞亞的書交給他。 他就打開, 找到一處寫著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膏保我, 叫我傳福音吸貧窮的人。 猜顯我, 報告被老的得釋放, 核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越納人的欺念。 於是, 把書捲起來, 交還執事, 就坐下。 會堂裡的人都定精看他。 耶穌對他們說, 今天, 這經應驗在你門議中了。 眾人都稱讚他, 定欺其他好中所出的恩言。 又說, 這不是若失的兒子嗎?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必忍這俗語向我說, 醫生, 你醫治自己吧。 我們聽見你在加伯農所行的事, 也當行在你自己家鄉裡。 又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越納的。 我對你們說實話, 當以利亞的時候, 天閉失了三年零六個月, 遍地有大饑荒。 那時, 以色列中有許多寡婦, 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他們一個人哪裏去, 只奉差往西頓的撒勒法, 一個寡婦哪裏去。 先知以利沙的時候, 以色列中有許多長大麻風的。 但內中除了聚里亞國的乃曼, 沒有一個得結淨的。 會堂裡的人聽見這話, 都怒氣滿空, 就起來捏他出城。 他們的城做在山上, 他們帶他到山崖,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卻從他們中間直行, 過去了。 耶穌下到加伯農, 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 在安息日, 教訓眾人。 他們懇欺其他的教訓, 因為他的話女有權兵。 在會堂裡, 有一個人, 被污鬼的精氣負著。 大聲喊叫說, 哎, 那撒勒的耶穌, 我們與你有什麼相關? 你來滅我們嗎? 我知道你是誰, 乃是神的聖者。 耶穌集備他說, 不要作聲, 從借人身上出來吧。 鬼把那人摔倒在眾人中間, 就出來了, 卻也沒有害他。 眾人都驚訝, 彼此對問說, 這是什麼道理呢? 因為他用權兵能力, 吩咐烏鬼, 烏鬼就出來。 於是, 耶穌的名聲, 團圈了周圍地方。 耶穌出了會堂, 進了西門的家, 西門的岳母, 害熱病甚重。 有人為他求耶穌, 耶穌站在他旁邊, 他立刻起來服侍他們。 日落的時候, 凡有病人的, 不論害什麼病, 都帶到耶穌雅裡。 耶穌按手在他們各人身上, 醫好他們。 又有鬼從好詩人身上出來, 喊著說, 你是神的兒子。 耶穌斥責他們, 不許他們說話, 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基督。 天亮的時候, 耶穌出來, 走到曠野地方, 眾人去找他。 到了他那裡, 要留住他, 不要他離開他們。 但耶穌對他們說, 我也必須再別成全神國的福音, 因我奉差原事為此。 於是, 耶穌在加利利的國會堂傳道。 第五章 耶穌站在隔離實立湖邊, 眾人擁擠他, 要聽神的道。 他見有兩隻船彎在湖邊, 打魚的人卻離開船, 使望去了。 有一隻船, 是西門的。 耶穌就上去, 請他把船撐開, 稍微離岸, 就坐下, 從船上教訓眾人。 講完了, 對西門說, 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下網打魚。 西門說, 夫子, 我們整夜努力, 並沒有打著什麼。 但依從你的話, 我就下網。 他們下了網, 就圈著許多魚, 網險撕裂開, 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 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門彼得看見, 就俯伏在耶穌室前。 說, 主啊, 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 他的伙伴西彼太的兒子, 雅各, 約翰, 也是這樣。 耶穌對西門說, 不要怕, 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了, 他們把兩隻船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根蟲了耶穌。 有一回, 耶穌在一個城裡, 有人滿身掌了大麻蜂, 看見他, 就虎伏在地, 求他說, 主若肯, 必能叫我潔淨了。 耶穌伸手摸他說, 我行, 你潔淨了吧, 大麻蜂立刻就來了他的身。 耶穌祝福他, 你切不可告訴人, 只要去把身體吸濟絲擦汗, 又要為你得了結證, 照摩西所吩咐的, 獻上禮物, 對眾人作證據。 但耶穌的名聲越法傳揚出去, 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到, 也指望醫治他們的病。 耶穌卻退到曠野去討報。 有一天, 耶穌教訓人, 有法利賽人和教法師在旁邊坐著, 他們是從加利利各鄉村和猶太, 並耶路撒冷來的, 主的能力與耶穌同在, 使他能醫治病人。 有人用玉子抬著一個坦子, 要抬進去放在耶穌面前, 卻因人多, 尋不出法子抬進去, 就想了房頂, 從雅間把他連玉子聚到當中, 正在耶穌面前。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 就對坦子說, 你的罪謝了。 民事和法利賽人就議論說, 這說淺妄華的是誰? 除了神以外, 誰能謝罪呢? 耶穌知道他們所議論的, 就說, 你們心裡議論的是什麼呢? 或說, 你的罪謝了。 或說, 你喜來行走, 哪一樣容易呢? 但要叫你們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定, 就對坦子說, 我吩咐你起來, 拿你的玉子回家去吧。 那人當眾人面前, 立刻起來, 拿著他所託我的玉子回家去, 歸榮耀與神。 眾人都驚奇, 也歸榮耀與神。 並且, 滿心懼怕, 說, 我們今天看見非常的事列。 這時以後, 耶穌出去, 看見一個碎梨, 名叫利美, 坐在碎關上, 就對他說, 你跟從我來,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來, 跟從了耶穌。 利美在自己家裡, 為耶穌大擺言直, 有許多碎梨和別人, 與他們一同坐直。 法利塞人和民事, 就向耶穌的門徒發怨言, 說, 你們為什麼和碎梨, 並醉人, 一同吃喝呢? 耶穌對他們說, 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我來, 本不是照義人悔改, 乃是照罪人悔改。 他們說, 約翰的門徒屢次禁食祈禱, 法利塞人的門徒也是這樣, 唯獨你的門徒, 又吃又喝。 耶穌對他們說,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 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但日子將到, 新郎要離開他們, 哪日, 他們就要禁食了。 耶穌又設一個比喻, 對他們說, 沒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塊來, 保在舊衣服上。 若是這樣, 就把新的撕破了。 並且, 所撕下來的那塊新的, 和舊的也不相情。 也沒有人把新酒, 裝在舊皮袋裡。 若是這樣, 新酒必將皮袋裂開, 酒便漏出來, 皮袋也就壞了。 但, 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裡。 沒有人喝了陳酒, 又想喝新的。 他總說, 陳的好。 第六章 有一個安息人, 耶穌從墨地經過, 他的門徒黑了墨水, 用手搓著吃。 有幾個法利賽人說, 你們為什麽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呢? 耶穌對他們說, 經常記著, 大衛和跟從他的人。 基我之事所作的事, 連這個你們也沒有念過嗎? 他怎麽進了神的店? 拿陳切餅吃, 又給跟從的人吃。 這餅, 除了祭司以外, 別人都不可吃。 又對他們說,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又有一個安息日, 耶穌進了會堂教訓人。 在哪裏, 有一個人又手枯乾了。 民事和法利賽人窥探耶穌, 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 要得把病去告他。 耶穌更知道他們的意念, 就對哪枯乾一隻手的人說, 起來, 站在當中, 哪人就起來站著。 耶穌對他們說, 我問你們, 在安息日行善, 行惡, 救命, 害命, 哪樣是可以的? 他就周圍看著他們眾人。 對哪人說, 伸出手來, 他把手一伸, 手就伏了緣。 他們就滿心大怒, 彼此相意, 怎樣主治耶穌。 那時, 耶穌出去上山討告, 整夜討告神。 到了天南, 叫他的門徒來, 就從他們中間, 挑選十二個人, 稱他們為仕途。 這十二個人, 有西門, 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 還有他兄弟安德烈, 又有瓦角和約翰, 肥力和巴多羅馬, 馬太和多馬, 阿勒肥的兒子的瓦角, 和憤裔黨的西門。 瓦角的兒子由大, 和賣主的家略人由大。 耶穌和他們下了山, 站在一塊平地上。 同站的有許多門徒, 又有許多百姓, 從猶太全地, 和耶路撒冷, 並推羅西頓的海邊來, 都要聽他講道, 又指望醫治他們的病。 還有被污鬼潛磨的, 也得了醫治。 眾人都想要摸他, 因為有能力從他身上發出來, 醫好了他們。 耶穌舉目看著門徒說, 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 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 你們飢餓的人有福了, 因為你們將要飽足。 你們哀哭的人有福了, 因為你們將要喜笑。 人為人子,恨惡你們, 拒絕你們, 欲罵你們, 棄掉你們的名, 以為是惡, 你們就有福了。 當哪日, 你們要歡喜跳躍, 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他們的祖宗, 代先知也是這樣。 但你們附足的人有和了, 因為你們受過你們的愛, 安慰,你們飽足的人有和了, 因為你們將要飢餓。 你們喜笑的人有和了, 因為你們將要哀動哭入。 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 你們就有和了, 因為他們的祖宗, 代賈先知也是這樣。 只是我告訴你們這聽道的人, 你們的仇敵要愛他, 恨你們的要待他好。 就助你們的要為他祝福, 靈欲你們的要為他祝福。 有人打你借邊的臉, 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 有人奪你的外衣, 連女衣也由他拿去。 凡求你的, 就吸他。 有人奪你的東西去, 不用再要回來。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 有什麼可囚謝的呢? 就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 你們若善待那善待你們的人, 有什麼可囚謝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這樣行。 你們若借給人, 只望從他收回, 有什麼可囚謝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給罪人, 要如數收回。 你們早要愛仇的, 也要善待他們, 並要借給人, 不止望常還。 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 你們也必作至高者的兒子, 因為他因代那忘恩的或作惡的。 你們要慈悲, 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 你們不要論斷人, 就不必論斷。 你們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必定罪。 你們要搖書人, 就必夢搖書。 你們要吸人, 就必有吸你們的。 並且, 用十足的星斗, 連搖大岸, 上尖下流的, 倒在你們懷裡。 因為你們用什麼量氣量給人, 也必用什麼量氣量給你們。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 核子豈能領核子。 兩個人不時都要調在坑裡嗎?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凡學成了的, 不過和先生一樣。 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 卻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不見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對你弟兄說, 用我去調你眼中的刺呢? 你借假冒為善的人, 先去調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後才能看得清楚, 去調你弟兄眼中的刺。 因為沒有好樹結壞果子, 也沒有壞樹結好果子, 凡樹木看果子, 就可以認出他來。 人不是從荊棘上摘毛花果, 也不是從窒泥裡摘葡萄。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 口裡就說出來。 你們為什麼稱呼我主呀? 主呀, 卻不遵我的話行呢? 煩到我借女來, 聽見我的話就去行的。 我要告訴你們, 他像什麼人? 他像一個人, 蓋房子, 深深地滑地, 把根基安在盆石上。 到發大水的時候, 水沖那房子, 房子總不能搖動, 因為根基立在盆石上。 唯有聽見不去行的, 就像一個人在土地上蓋房子, 沒有根基。 水一沖, 隨即倒塌裡。 並且, 那房子壞的狠大。 第七章 耶穌對百姓說完了這一切的話, 就盡了家白龍。 有一個白夫長所寶貴的博人, 害病化要死了。 白夫長封聞耶穌的事, 就托猶太人的幾個長老, 去求耶穌來救他的博人。 他們到了耶穌那裡, 就徹徹地求他說:" 你給他行這事, 是他所配得的。 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 給我們建造會堂。 耶穌就和他們同去。 離哪家不遠, 白夫長託幾個朋友去見耶穌, 對他說:" 主呀,不要勞動。 因祢盜我卸下, 我不敢當。 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祢。 只要祢說一句話, 我的博人就必好了。 因為我在人的權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對這個說去, 他就去。 對哪個說來, 他就來。 對我的博人說:" 你作這事, 他就去作。 耶穌聽見這話, 就欺其他, 轉身對跟隨的眾人說:" 我告訴你們, 這麽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沒有遇見過。 那托來的人回到白夫長家裡, 看見賦人已經好了。 過了不多時, 耶穌往一座城去, 借城名叫拿恩。 他的門徒和極多的人與他同行。 將近城門, 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 借人是他母親獨生的兒子。 他母親又是寡婦。 有成女的許多人同著寡婦送奔。 主看見雅寡婦就連吻他。 對他說:"不要哭。 於是, 進前安著宮, 台的人就暫住了。 耶穌說:"少年人, 我吩咐你起來。 那死人就坐起, 並且說話。 耶穌便把他交給他母親。 眾人都驚奇, 歸榮耀與神說:" 有大仙之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 又說:"神眷顧了他的百姓。 他這時的風聲就傳遍了猶太, 或周圍地方。 約翰的門徒把這些事都告訴約翰。 他便叫了兩個門徒來, 打發他們到主那裡去。 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 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正當那時候, 耶穌自好了許多有疾病的, 受災患的, 被惡鬼附著的。 又開恩叫好些核子能看見。 耶穌回答說:" 你們去把所看見, 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 就是核子看見, 途子行走, 掌大麻風的潔淨。 龍子聽見, 死人復活, 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約翰所猜來的人寄走了。 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 你們從前出去道曠野, 是要看什麼呢? 要看風吹動的奴偉嗎?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 要看穿世縣衣服的人嗎? 那村華麗衣服, 燕樂度日的人。 是在皇宮裡。 你們出去究竟是要看什麼? 要看先知嗎? 我告訴你們,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經上記著說:" 我要猜顯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預備道路。 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我告訴你們, 凡婦人所生的, 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的。 然而, 神國裡最小的, 比他還大。 眾百姓和須利, 既受過約翰的證, 聽見這話, 就以神為義。 但法利賽人和律法師, 沒有受過約翰的證, 竟為自己廢棄了神的旨意。 主又說:" 這樣, 我可用什麼給這世代的人呢? 他們好象什麼呢? 好象孩童坐在街市上, 彼此呼叫說:" 我們向你們吹笛, 你們不跳舞。 我們向你們舉哀, 你們不提哭。 是浸的藥汗來, 不吃餅, 不喝酒。 你們說他是被鬼附著的, 人子來, 也吃,也喝。 你們說他是貪食, 好酒的人, 是碎利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 都以智慧為事。 有一個法利賽人, 請耶穌和他吃飯。 耶穌就到法利賽人家裡去坐席。 那城裡有一個女人, 試過罪人, 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裡坐席。 就拿著聖香膏的肉瓶, 站在耶穌背後, 捱著他的腳哭, 眼淚濕了耶穌的腳。 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 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 把香膏抹上, 請耶穌的法利賽人看見這事。 心裡說, 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他的是誰。 是個怎樣的女人, 乃是個罪人。 耶穌對她說, 西門, 我有句話要對你說。 西門說, 夫子,請說。 耶穌說, 一個債主, 有兩個人欠他的債, 一個欠五十兩銀子, 一個欠五兩銀子, 因為他們無力償還, 債主就開恩, 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 這兩個人, 哪一個更愛他呢? 西門回答說, 我想善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穌說, 你斷的不錯。 於是, 轉過來向著那女人, 便對西門說, 你看見這女人嗎? 我盡了你的家, 你沒有給我水洗腳。 但這女人用眼淚濕了我的腳, 用頭髮擦乾。 你沒有與我親嘴, 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 就不住的用嘴親我的腳。 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 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 所以, 我告訴你, 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為她的愛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愛就少。 於是, 對那女人說, 你的罪赦免了。 同寂的人心裡說, 這是什麼人? 竟赦免人的罪呢? 耶穌對那女人說,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第八章 過了不多日, 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 宣講神國的福音。 和他同去的, 有十二個門徒, 還有被惡鬼所負。 被疾病所累, 已經治好的幾個婦女。 內中有稱為 抹大拉的馬利亞。 曾有七個鬼 從他身上趕出來。 又有希律的家宰, 苦沙的妻子約阿娜。 並蘇撒娜和好歇別的婦女, 都使用自己的財物, 攻擊耶穌和門徒。 當許多人聚集, 又有人從各城裡出來見耶穌的時候, 耶穌就用比喻說, 有一個殺種的出去殺種。 殺的時候, 有落在路旁的, 被人淺踏。 天上的飛鳥又來吃盡了。 有落在盆石上的, 一出來就枯乾了。 因為得不著滋潤。 有落在驚激裡的, 驚激一同生長, 把他擠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裡的, 生長起來, 結實百倍。 耶穌說了這詩話, 就大聲說, 有意可聽的, 就應當聽。 門徒問耶穌說, 這比喻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 神國的傲備, 只叫你們知道。 至於別人, 就用比喻, 叫他們看也看得見, 聽也聽不明。 這比喻乃是這樣, 種子就是神的道。 哪些在路旁的, 就是人聽了道。 隨後魔鬼來, 從他們心裡把道奪去, 恐怕他們信了得救。 哪些在盆石上的, 就是人聽道, 歡喜領受。 但心中沒有根, 不過暫時相信, 及至遇見試煉就退後了。 哪樂在驚激裡的, 就是人聽了道, 走開以後, 被今生的思慮, 錢財, 現落擠住了, 便結不出成熟的紫粒來。 哪樂在好土裡的, 就是人聽了道, 持守在誠實, 善良的心裡, 並且忍耐著結實。 沒有人點燈, 用器皿蓋上, 或放在床底下。 哪是放在燈台上, 叫進來的人看見亮光。 因爲現藏的事, 沒有不顯出來的, 隱瞞的事, 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的。 所以, 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 因爲凡有的, 還要加給他。 凡沒有的, 連他自以為有的, 也要奪去。 耶穌的母親和他弟兄來了, 因爲人多, 不得到他跟前。 有人告訴他, 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 要見你。 耶穌回答說, 聽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親, 我的弟兄了。 有一天, 耶穌和門徒上了船, 對門徒說, 我們可以到湖那邊去, 他們就開了船。 正行的時候, 耶穌睡著了, 湖上忽然起了暴風, 船張滿了水, 甚是危險。 門徒來叫醒了他, 說, 夫子, 夫子, 我們喪命了。 耶穌醒了, 斥責那狂風大浪, 風浪就指著, 平靜了。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的信心在哪裏呢? 他們又懼怕, 又稀奇, 彼此說。 借到底是水, 他吩咐風和水, 連風和水也聽從他了。 他們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 就是加利利的對面, 耶穌上了岸, 就有成女一個被鬼附著的人, 迎面而來。 這個人許久不穿衣服, 不住房子, 只住在墳營裡。 他見了耶穌, 就俯伏在他面前, 大聲喊叫, 說, 至高神的兒子耶穌, 我與你有什麼相干?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穌曾吩咐烏鬼從那人身上出來, 原來這鬼類似抓住他。 他常被人看守, 又被鐵鏈和腳尿捆鎖。 他竟把鎖鏈爭斷, 被鬼趕到曠野去。 耶穌問他, 說, 你明叫什麼? 他說, 我明叫群。 這是因為附著他的鬼多。 鬼就要求耶穌, 不要吩咐他們到毛底坑裡去。 哪裏有一大群豬, 在山上吃吃? 鬼要求耶穌, 讓他們進入豬裡去。 耶穌准了他們, 鬼就從那人出來, 進入豬裡去。 於是, 那群豬闖下山崖, 投在湖裡染死了。 放豬的看見這事就逃跑了, 去告訴城裡和鄉下的人, 眾人出來要看是什麼事。 到了耶穌那裡, 看見鬼所離開的那人, 坐在耶穌腳前, 穿著衣服, 心裡明白過來, 他們就害怕。 看見這事的, 便將被鬼扶著的人怎麼得救, 告訴他們。 格拉森四圍的人, 因為害怕得狠, 都求耶穌離開他們。 耶穌就上船回去了。 鬼所離開的那人, 懇求和耶穌同在。 耶穌卻打發他回去, 說, 你回家去。 傳說神為你作了何等大的事。 他就去滿城裡傳讓耶穌, 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 耶穌回來的時候, 眾人迎接他, 因為他們都等候他。 有一個管會堂的, 名叫艾佬, 來虎伏在耶穌腳前。 求耶穌到他家裡去。 因他有一個獨生女兒, 若有十二歲, 快要死了。 耶穌去的時候, 眾人擁擠他。 有一個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醫生手裡, 花盡了他一切養生的。 並沒有一人能醫好他。 他來到耶穌背後, 摸他的衣上垂子。 血漏立刻就指著了。 耶穌說, 摸我的是誰? 眾人都不承認。 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說, 夫子, 眾人湧湧咧咧, 緊靠著你。 耶穌說, 總有人摸我, 因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 那女人知道不能隱藏, 就戰戰經經的來虎伏在耶穌腳前。 把摸他的緣故, 和怎樣立刻得好了。 當著眾人都說出來。 耶穌對他說, 女兒,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 還說話的時候, 有人從本會堂的家裡來說, 你的女兒死了, 不要勞動夫子。 耶穌聽見就對他說, 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兒就必得救。 耶穌到了他的家, 除了彼得, 約翰, 雅各, 和女兒的父母, 不許別人跟他進去。 眾人都為這女兒哀哭, 除兇。 耶穌說, 不要哭, 他不是死了, 是睡著了。 他們曉得女兒已經死了, 就癡笑耶穌。 耶穌拉著他的手, 呼叫說, 女兒, 起來吧。 他的靈魂變回來, 他就立刻起來了。 耶穌吩咐給他東西吃, 他的父母驚奇得狠。 耶穌祝福他們, 不要把所作的事告訴人。 第九章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 給他們能力, 權並, 制服一切的鬼, 醫治各樣的病。 又猜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 醫治病人。 對他們說, 行路的時候, 不要帶拐杖和口袋, 不要帶食物和銀子, 也不要帶兩件寡子。 無論進哪一家, 就住在哪裏, 也從哪裏起行。 凡不接待你們的, 你們離開那城的時候, 要把腳上的塵土堆下去, 見證他們的不是。 門徒就出去, 走遍各鄉, 宣傳福音, 到處治病。 分封的王希律, 聽見耶穌所作的一切事, 就猶疑不定。 因為有人說, 是約翰從死裡復活。 又有人說, 是以利亞顯現。 還有人說, 是古時的一個先知, 又活了。 希律說, 約翰我已經斬了, 這卻是什麼人? 我聽見他這樣的事, 就想要見他。 師徒回來, 將所作的事告訴耶穌。 耶穌就帶他們暗暗的離開那裏, 往一座城去, 那城名叫白菜大。 但眾人知道了, 就跟著他去。 耶穌便接待他們, 對他們講論神國的道, 醫治哪些衰衣的人。 日頭快要平西, 十二個門徒來對他說, 請叫眾人散開。 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裡去借叔, 找吃的。 因為我們借女是野地。 耶穌說, 你們給他們吃吧。 門徒說, 我們不過有五個餅, 兩條魚, 若不去為借許多人買食物, 就不夠。 那時, 人數若有五千。 耶穌對門徒說, 叫他們一排一排的坐下, 每排大約五十個人。 門徒就如此行, 叫眾人都坐下。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 兩條魚, 望著天祝福。 抹開, 第級門徒擺在眾人面前。 他們就吃, 並且都吃飽了。 把聖下的零碎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男子。 耶穌自己討告的時候, 門徒也同他在哪裏。 耶穌問他們說, 眾人說, 我是誰? 他們說, 有人說是私淨的若漢。 有人說是以利亞。 還有人說, 是古時的一個先知又活了。 耶穌說, 你們說我是誰? 彼得回答說, 是神所立的基督。 耶穌切切地祝福他們, 不可將這事告訴人。 又說, 人只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長老祭司長和民事棄絕,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耶穌又對眾人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 跟從我。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喪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若讚得全世界, 卻喪了自己, 賠上自己, 有什麼益處呢? 凡把我和我的道, 當作可恥的, 人只在自己的榮耀裏, 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裏, 降臨的時候, 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 站在這裏的, 有人在末上死未以前, 必看見神的國。 說了謝華以後, 若有白天, 耶穌帶著彼得, 約翰, 雅各, 上山去討告。 正討告的時候, 他的面貌就改變了, 衣服結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亞兩個人, 同耶穌說話。 他們在榮光裡顯現, 談論耶穌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 將要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頓, 既清醒了, 就看見耶穌的榮光, 並和他站著的那兩個人。 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 彼得對耶穌說, 夫子, 我們在這裏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 他卻不知道所說的是什麼。 說這話的時候, 有一雙雲彩來遮蓋他們, 他們進入雲彩裡就懼怕。 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 說, 這是我的兒子, 我所揀選的, 你們要聽他。 聲音註了, 只見耶穌一人在那裡。 當那些日子, 門徒不提所看見的事, 一樣也不告訴人。 第二天, 他們下了山, 就有許多人迎見耶穌。 其中有一人哭叫說, 夫子, 求你看顧我的兒子, 因為他是我的獨生子。 他被鬼抓住, 忽然哭叫, 鬼又叫他抽風, 口中流沒, 並且重重的傷害他, 難以離開他。 我求過你的門徒, 把鬼趕出去, 他們卻是不能。 耶穌說, 愛, 借又不信, 又撥謀的世代呀, 我在你們借女, 忍耐你們, 要到幾時呢? 將你的兒子帶到借女來吧。 正來的時候, 鬼把他摔倒, 叫他重重的抽風。 耶穌就斥摘那烏鬼, 把孩子治好了, 交給他父親。 眾人都差異神的大能。 耶穌所作的一切事, 眾人正稀奇的時候, 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要把這些話存在意中, 因為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 他們不明白這話, 意思乃是隱藏的。 叫他們不能明白, 他們也不敢問這話的意思。 門徒中間起了議論, 誰將為大? 耶穌看出他們心中的議論, 就領一個小孩子來, 叫他站在自己旁邊。 對他們說, 凡為我命接待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你們中間最小的, 他便為大。 約翰說, 夫子, 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命趕鬼, 我們就禁止他, 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 耶穌說, 不要禁止他, 因為不抵擋你們的, 就是幫助你們的。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 他便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法使者在他前頭走。 他們到了撒馬里亞的一個村莊, 要為他預備。 雅裡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門徒, 雅各, 約翰, 看見鳥, 就說, 主啊, 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 消滅他們。 他們, 像以利亞所作的嗎? 耶穌轉身雜備兩個門徒說, 你們的心如何? 你們並不知道, 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聖命, 是要救人的聖命。 說著, 就往別的村莊去了。 他們走路的時候, 最後, 有一人對耶穌說, 你無論往哪裏去, 我要跟從你。 耶穌說, 護理有洞, 天空的飛鳥有窩, 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又對一個人說, 跟從我來。 哪人說, 主,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耶穌說, 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 你只管去全陽神國的道。 又有一人說, 主, 我要跟從你, 但容我先去辭別我家裡的人。 耶穌說, 守扶著禮向後看的, 不配進神的國。 第十章 這次以後, 主有設立七十個人, 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 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 各地方去, 就對他們說, 要收的莊架多, 作供的人少。 所以, 你們當求莊架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架。 你們去吧, 我差你們出去, 如同陽高進入浪群。 不要戴前浪, 不要戴口袋, 不要戴鞋, 在路上也不要問人的安。 無論進哪一家, 先要說, 願這一家平安。 那女若有當得平安的人, 你們所求的平安, 就必臨到哪家, 不然就歸於你們了。 你們要住在哪家, 吃喝他們所供給的。 因為工人得工價, 是應當的。 不要從這家搬到哪家, 無論進哪一城, 人若接待你們。 給你們擺上什麼, 你們就吃什麼。 要醫治那城裡的病人, 對他們說, 神的國臨近你們了。 無論進哪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們, 你們就到街上去。 說, 就是你們城裡的塵土, 黏在我們的腳上, 我們也當著你們擦去。 雖然如此, 你們該知道神的國臨近了。 我告訴你們, 當審判的日子, 所多馬所仇的, 比那城還容熱壽呢。 過拉順呀, 你有禍了。 白菜大呀, 你有禍了。 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義能, 若行在推羅西頓, 他們早已披罵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 當審判的日子, 推羅西頓所仇的, 比你們還容熱壽呢。 家白龍呀, 你已經升到天上, 將來必推下陰間。 有對門徒說, 聽從你們的, 就是聽從我。 棄絕你們的, 就是棄絕我。 棄絕我的, 就是棄絕那差我來的。 那七十個人, 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呀, 因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耶穌對他們說, 我曾看見撒旦從天上聚落, 像閃電一樣。 我已經給你們拳兵, 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又勝過籌敵一切的能力, 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然而, 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 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正當那時, 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 說, 父呀, 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些事, 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 向嬰孩就顯出來。 父呀, 是的, 因為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交父我的。 除了父, 沒有人知道子是誰。 除了子, 和子所願意子是的, 沒有人知道父是誰。 耶穌轉身暗暗地對門徒說, 看見你們所看見的, 那眼睛就有福了。 我告訴你們, 從前有許多先知和君王, 要看你們所看的, 卻沒有看見。 要聽你們所聽的, 卻沒有聽見。 有一個律法師, 喜來試探耶穌說, 夫子, 我該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 律法上寫的是什麼? 你念的是怎樣呢? 他回答說, 你要盡心, 盡聖, 盡力, 盡意, 愛主你的神, 又要愛倫謝如同自己。 耶穌說, 你回答的是, 你這樣行, 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 就對耶穌說, 誰是我的倫謝呢? 耶穌回答說, 有一個人, 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強盜手中, 他們剝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過半死, 就雕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個祭司, 從這條路下來, 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 又有一個利未人, 來到這地方, 看見他, 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 唯有一個薩瑪利亞人, 行路來到那裡, 看見他就動了慈心, 上前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相處, 包裹好了, 扶他騎上自己的胸口, 帶到店裡去照應他。 第二天, 拿出以前銀子來, 交給店主說, 你且照應他, 此外所費用的, 我回來必還你。 你想借三個人, 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輪舍呢? 他說, 是憐憐他的。 耶穌說, 你去照樣行吧。 他們走路的時候, 耶穌進了一個村莊, 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 接他到自己家裡, 他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 在耶穌腳前, 坐著聽他的道。 馬大自後的事多, 心裡忙亂, 就進前來說,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自後, 你不在意嗎? 請吩咐他來幫助我。 耶穌回答說, 馬大, 馬大, 你為許多的事, 思慮煩擾, 但是, 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事不能奪去的。 第十一章 耶穌在一個地方討告, 討告完了, 有個門徒對他說, 求主教導我們討告, 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耶穌說, 你們討告的時候, 要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刀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天天賜給我們, 赦免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也赦免凡欺欠我們的人, 不叫我們遇見是貪, 救我們脫離兇惡。 耶穌又說, 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 半夜到他那裡去說, 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 來到我借旅, 我沒有什麼給他擺上。 那人在裏面回答說, 不要搞妖我, 門已經關閉, 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來給你。 我告訴你們, 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 但因他情詞迫切的直求, 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 我又告訴你們,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 尋找就尋見, 扣門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凡祈求的, 就得著, 尋找的, 就尋見, 扣門的, 就給他開門。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 誰有兒子求餅, 反給他石頭呢? 求魚, 反拿蛇當魚給他呢? 求雞蛋, 反給他蠍子呢? 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 給求他的人嗎? 耶穌趕出一個叫人雅巴的鬼, 鬼出去了, 雅巴就說出話來, 眾人都稀奇。 內中卻有人說, 他是靠著鬼王跌西北趕鬼。 又有人試探耶穌, 向他求從天上來的神跡。 他曉得他們的意念, 便對他們說, 凡一國自相紛爭, 就成為方長。 凡一家自相紛爭, 便必大樂。 若撒旦自相紛爭, 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 因為你們說, 我是靠著別西北趕鬼。 我若靠著別西北趕鬼, 你們的子弟趕鬼, 又靠著誰呢? 這樣, 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 我若靠著神的能力趕鬼, 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壯士披掛整齊, 看守自己的住宅。 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 但有一個比他更壯的來, 勝過他, 便奪去他所依靠的規格, 兵器, 又分了他的妝。 不與我相合的, 就是敵我的。 不與我收罪的, 就是分散的。 烏鬼離了人生, 就在無水之地, 過來過去, 尋求安歇之處。 既尋不著,便說, 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裡去。 到了, 就看見裏面打掃乾淨, 修飾好了。 便去令大了七個, 比自己更惡的鬼來, 都盡去住在那裡。 那人末後的警方, 比先前更不好了。 耶穌正說這話的時候, 眾人中間, 有一個女人大聲說, 壞你胎的, 我養你的有福了。 耶穌說, 是, 卻還不如聽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當眾人聚集的時候, 耶穌開講說, 這世代是一個邪惡的世代, 他們求看神職。 除了若拿的神職以外, 再沒有神職給他們看。 若拿怎樣為尼尼未人成了神職, 人子也要照樣, 為這世代的人成了神職。 當審判的時候, 南方的女王, Они要處理有福了 365 carbarns, 因為他的信价, 耳 因為iller deses, 我們以為我們會解答, 所羅門的智慧話。 看呀,在這裏有一個人 比所羅門更大。 當審判的時候, 尼尼未人要起來定 這世代的罪, 因為尼尼未人聽了 約拿所傳的, 便悔改了。 看呀,在這裏有一個人 比約拿更大。 沒有人點燈放在地陰子裡, 或是斗底下, 總是放在燈台上, 使進來的人得見亮光。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你的眼睛若燎亮, 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所以,你要醒察, 恐怕你裡頭的光, 或者黑暗了。 若是你全身光明, 毫無黑暗, 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 說話的時候, 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吃飯, 耶穌就進去坐席。 這法利賽人看見耶穌飯前不洗手, 便差異, 主對他說, 如今, 你們法利賽人洗淨灰盆的外面, 你們裡面卻滿了勒索和邪惡。 無知的人, 做外面的, 不也做裡面嗎? 只要把裡面的施捨給人, 凡物於你們就都結淨了。 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 因為你們將薄荷, 雲香, 並各樣菜疏, 獻上十分之一。 那公義和愛神的事, 反倒不行了。 借願是你們當行的, 那也事不可不行的。 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 因為你們喜愛會堂裡的守衛, 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你們的安。 你們有禍了, 因為你們如同不顯露的墳墓, 走在上面的人並不知道。 律法師中有一個回答耶穌說:「 夫子, 你這樣說, 也把我們糟糕了。」 耶穌說:「你們律法師也有禍了, 因為你們把難丹的淡子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個指頭卻不肯動。 你們有禍了, 因為你們收造先知的墳墓, 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 可見你們祖宗所作的事, 你們又證明,又喜歡。 因為他們殺了先知, 你們收造先知的墳墓。 所以, 神用智慧曾說:「 我要差遣先知和仕途, 到他們那裡去。 有的他們要殺害, 有的他們要逼白。 使創世以來, 所留眾先知血的罪, 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 就是從阿伯的血起, 直到被殺在痰和殿中間, 殺加利亞的血為止。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 你們律法師有禍了, 因為你們把知識的藥事奪了去。 自己不進去, 正要進去的人, 你們也阻擋他們。 耶穌從那裡出來, 民事和法利塞人, 就極力的吹逼他, 引動他多說話。 私下規定, 要拿他的話兵。 第十二章 這時, 有幾萬人聚集, 甚至彼此淺答。 耶穌開講, 先對門徒說, 你們要防備法利塞人的敲, 就是假武為善。 掩蓋的事, 沒有不露出來的。 隱藏的事, 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你們在暗中所說的, 將要在明處被人聽見。 在內失父以所說的, 將要在房上被人宣揚。 我的朋友, 我對你們說, 那殺身體以後, 不能再作什麼的。 不要怕他們, 我要指示你們當怕的是誰。 當怕那殺了以後, 又有權兵雕在地獄裡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 正要怕他。 五個麻雀, 不是賣二分銀子嗎? 但在神面前, 一個也不忘記。 就是你們的頭髮, 也都被數過了。 不要懼怕, 你們給許多麻雀還貴重。 我又告訴你們, 犯在人面前認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認他。 在人面前不認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不認他。 犯說話乾犯人子的, 還可得赦免。 唯獨洩獨聖靈的, 總不得赦免。 人帶你們到會堂, 並官府, 或有權兵的人面前, 不要思慮怎麼分數, 說什麼話。 因為正在那時候, 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 眾人中, 有一個人對耶穌說, 夫子, 請你吩咐我的卿長, 和我分開家業。 耶穌說, 你這個人, 誰立我作你們段時的官, 給你們分家業呢? 於是對眾人說, 你們要謹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貪心, 因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豐富。 就用比喻對他們說, 有一個才主, 田產豐盛, 自己心裡思想說, 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 怎麼辦呢? 又說, 我要這麼辦, 要把我的倉房拆掉, 令蓋更大的, 在哪裏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 和財物。 然後, 要對我的靈魂說, 靈魂呀, 你有許多財物積存, 可作多年的費用, 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 快樂罷。 神卻對他說, 無知的人呀, 今夜必要你的靈魂, 你所預備的, 要歸誰呢? 凡為自己的財, 在神面前卻不負足的, 也是這樣。 耶穌有對門徒說, 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 身體勝於衣償。 你上烏鴉, 也不種, 也不羞, 也不羞, 又沒有倉, 又沒有負, 神尚且養活他, 你們比非鳥是何等的貴重呢?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 使授數多加一刻呢? 這最小的事, 你們相且不能作, 為什麼還憂慮其餘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 怎麼長起來? 他也不勞苦, 也不仿善。 然而, 我告訴你們, 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 他所穿戴的, 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你們這小信的人啊, 野地裡的草, 今天還在, 明天就雕在牢裡, 神還給他這樣的裝飾, 何況你們呢? 你們不要求吃什麼, 喝什麼, 也不要掛心,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們必須用這些東西, 你們的父是知道的。 你們只要求他的國, 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 你們這小群, 不要懼怕, 因為你們的父, 樂意把握賜給你們。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 人, 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前郎, 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 就是賊不能近, 從不能住的地方。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哪裏, 你們的心也在哪裏, 你們腰裏要蓄上大, 燈也要點著。 自己好將伯仁等候主人, 從婚姻的現直上回來, 他來到叩門, 就立刻給他開門。 主人來了, 看見伯仁警醒, 那伯仁就有福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主人必叫他們坐席, 自己蓄上大, 進前至後他們。 或是二更天來, 或是三更天來, 看見伯仁借藥, 那伯仁就有福了。 家主若知道賊什麼時候來, 就必警醒, 不容賊滑透房屋,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你們也要預備, 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 人子就來了。 彼得說, 主呀, 這比喻是為我們說的呢? 還是為眾人呢? 主說, 誰是哪中心有見識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裡的人, 按時分量給他們呢? 主人來到, 看見伯仁借藥行, 那伯仁就有福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伯仁若心裡說, 我的主人必來得慈, 就動手打伯仁和師女, 並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時辰。 那伯仁的主人要來, 重重的處置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聚。 伯仁知道主人的意思, 卻不預備, 又不信他的意思行。 那伯仁必多受責打, 唯有那不知道的, 作了當受責打的事, 必少受責打。 因為多吸誰, 就向誰多取, 多託誰, 就向誰多要。 我來要把火雕在地上, 倘若已經著起來, 不也是我所願意的嗎? 我有當受的針, 還沒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你們以為我來, 是叫地上太平屋。 我告訴你們, 不是, 乃是叫人紛爭。 從今以後, 一家五個人將要紛爭, 三個人和兩個人相爭, 兩個人和三個人相爭, 父親和兒子相爭, 兒子和父親相爭, 母親和女兒相爭, 女兒和母親相爭, 婆婆和媳婦相爭, 媳婦和婆婆相爭。 耶穌又對眾人說, 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 就說, 要下一陣雨, 果然就有, 起了南風, 就說, 將要燥熱, 也就有了。 假冒為善的人啊, 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息, 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 你們又為何不自己審量, 什麼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對頭去見官, 還在路上, 無要盡力的和他了結。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 官交付差役, 差役把你下在監裏。 我告訴你, 若有半文錢沒有還清, 你斷不能從哪裏出來。 第十三章 正當那時, 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 參集在他們祭物中的事, 告訴耶穌。 耶穌說, 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 比眾加利利人更有嘴, 所以受這害目。 我告訴你們, 不是的, 你們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 從前西羅阿流倒塌了, 壓死十八個人。 你們以為哪些人 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 我告訴你們, 不是的, 你們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 於是, 用比喻說, 一個人有一伙無花果樹, 災在葡萄園裡, 他來到樹前找果子, 卻找不著, 就對管源的雪。 主啊, 我這三年, 來到這無花果樹前找果子, 竟找不著, 把他撒了罷, 何必白佔地土呢? 管源的雪, 主啊, 今年且留著, 等我到處挖開土, 加上份, 以後若結果子便罷, 不然, 再把他撒了。 安息日, 耶穌在會堂裡, 教訓人, 有一個女人, 被鬼附著, 病了十八年, 腰彎得一點, 直不起來。 耶穌看見, 便叫過他來, 對他說, 女人, 你脫離這病了。 於是, 用兩隻手按著他, 他立刻直起腰來, 就歸榮耀與神。 管會堂的, 因為耶穌在安息日治病, 就氣憤憤的對眾人說, 有六日應當作供, 那六日之內, 可以來求醫, 在安息日, 卻不可。 主說, 假武為善的人啊, 難道你們各人在安息日, 不解開曹上的牛路, 天去飲蜜。 況且, 這女人本是阿伯拉罕的後裔, 被撒旦捆綁了這十八年, 不當在安息日, 解開他的綁。 耶穌說, 他的敵人都慚愧了, 眾人因他所行一切榮耀的事, 就都歡喜了。 耶穌說, 神的國, 好象什麼? 我拿什麼來比較呢? 好象一粒戒菜種, 有人拿去種在原子裡, 長大成樹, 天上的飛鳥, 縮在他的之上。 又說, 我拿什麼來比神的國呢? 好比面孝, 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面裡, 直等全團都發起來。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 在所經過的各城各鄉教訓人。 有一個人問他, 主呀, 得救的人少嗎? 耶穌對眾人說, 你們要努力進閘門, 我告訴你們, 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 卻是不能, 及至家主起來關了門, 你們站在外面叩門。 說, 主呀, 給我們開門。 他就回答說, 我不認識你們, 不曉得你們是哪裏來的。 那時, 你們要說, 我們在你們面前吃過、喝過, 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訓過人。 他要說, 我告訴你們, 我不曉得你們是哪裏來的。 你們借一切作惡的人, 離開我去吧。 你們要看見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和眾先知, 都在神的國裏。 你們卻地趕到外面, 在哪裏必要愛哭切齒了。 從東, 從西, 從南, 從北, 將有人來, 在神的國裏坐席。 指示, 有在後的將要在前, 有在前的將要在後。 正當那時, 有幾個法利賽人來對耶穌說, 離開借女去吧, 因為希律想要殺你。 耶穌說, 你們去告訴哪個狐狸說, 今天, 明天, 我綁鬼治病。 第三天, 我的事就成全了。 雖然這樣, 今天, 明天, 後天, 我必須前行。 因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喪命是不能的。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嘗殺害先知, 又用石頭打死哪奉差遣到你借女來的人。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 好像沒有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們不願意。 看呀! 你們的家成為方場留給你們。 我告訴你們, 從今以後, 你們不得再見我。 即等到你們說, 奉主命來的, 是應當清重的。 第十四章 安息日, 耶穌到一個法利賽人的首領家裡去吃飯。 他們就窺探他。 在他面前, 有一個患水骨的人。 耶穌對律法師和法利賽人說, 安息日治病, 可以不可以。 他們卻不言語。 耶穌就自好那人, 叫他走了。 便對他們說, 你們中間, 誰有爐, 誰有爐, 在安息日吊在井裡。 不立時拉他上來呢? 他們不能對答這話。 耶穌見所請的客, 選擇守衛, 便用比喻對他們說, 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言直, 不要坐在守衛上。 恐怕有被你尊貴的客, 被他請來。 哪請你們的人前來對你說, 讓座吸這一位霸, 你就收收蠢蠢的去到末衛上去了。 你被請的時候, 就去坐在末衛上。 好叫哪請你的人來對你說, 朋友,請上座。 哪時你在同席的人面前, 就有光彩了。 因為凡志高的必降為悲, 自卑的必升為高。 耶穌有對請他的人說, 你擺設午飯,或晚飯, 不要請你的朋友, 弟兄,親屬,和附足的鄰舍。 恐怕他們也請你, 你就得了報答。 你擺設賢席, 賭要請那貧窮的, 殘廢的, 徐腿的, 核眼的, 你就有福了。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報答你。 到二人復活的時候, 你要得著報答。 同席的有一人聽見這話, 就對耶穌說, 在神國裡吃飯的, 有福了。 耶穌對他說, 有一人擺設大言席, 請了許多客。 到了坐席的時候, 打發伯人去對所請的人說, 請來吧, 樣樣都齊備了。 眾人一口同音的推辭, 頭一個說, 我買了一塊地, 必須去看看, 請你准我遲了。 又有一個說, 我買了五對牛, 要去試一試, 請你准我遲了。 又有一個說, 我才取了妻, 所以不能去。 那博人回來, 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 家主就動怒, 對博人說, 快出去到城裡大街小巷, 領那貧窮的, 殘廢的, 核眼的, 強腿的來。 博人說, 主呀, 你所吩咐的已經扮了, 還有空座。 主人對博人說, 你出去到路上和尼巴那裡, 勉強人進來, 撞滿我的屋子。 我告訴你們, 先前所請的人, 沒有一個得償我的言跡。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 他轉過來對他們說, 人到我借女來, 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 妻子、兒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 不先坐下算計花費, 能蓋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 不能成功。 看見的人都笑話他, 說, 這個人開了功, 卻不能緣功。 或是一個王, 出去和別的王打仗, 豈不先坐下著糧, 能用一萬兵, 去敵那領二萬兵, 來攻打他的嗎? 若是不能, 就趁敵人還怨的時候, 派使者去求和式的條款。 這樣, 你們無論什麼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鹽本是好的, 鹽若失了味, 可用什麼叫他再咸呢? 或用在田裡, 或堆在訓裡, 都不合適, 只好丟在外面。 有意可聽的, 就應當聽。 第十五章 眾誰利和罪人, 都哀近耶穌, 要聽他講道。 法利賽人和民事, 私下議論說, 這個人接待罪人, 又和他們吃飯。 耶穌就用比喻, 說, 你們中間, 誰有一百隻羊, 失去一隻, 不把借九十九隻 撇在曠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著呢? 找著了, 就歡歡喜喜的 剛在肩上, 回到家裡, 就請朋友, 輪舍來, 對他們說, 我失去的羊, 已經抓著了。 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我告訴你們, 一個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 交給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二人, 歡喜更大。 或是一個婦人, 有十塊錢, 若失落一塊, 起筆點上燈, 打掃屋子, 小小的爪, 直到找著呢? 找著了, 就請朋友, 輪舍來, 對他們說, 我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著了, 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我告訴你們, 一個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這樣為他歡喜。 耶穌又說,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小兒子對父親說, 父親, 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 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 過了不多幾天, 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來, 往遠方去了。 在哪裏任意放蕩, 浪費之財, 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著哪地方大租飢荒, 就窮苦起來。 於是, 去投靠哪地方的一個人, 哪人打發他到田裡去放豬, 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甲衝擊, 也沒有人給他。 他醒悟過來, 就說, 我父親有多少的故宮, 口糧有餘, 我倒在借女餓死嗎? 我要起來, 到我父親那裡去, 向他說, 父親,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把我當作一個故宮吧。 於是起來, 往他父親那裡去, 相離還遠, 他父親看見, 就動了慈心, 跑去抱著他的頸巷, 連連與他親嘴。 兒子說, 父親,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父親卻吩咐伯仁說, 把那上好的蒲子快拿出來給他穿, 把戒指帶在他紙頭上, 把鞋穿在他腳上, 把那肥牛毒牽來載了。 我們可以吃喝快樂, 因為我這個兒子, 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 他們就快樂起來。 那時, 大兒子正在田裡, 他回來離家不遠, 聽見作樂跳舞的聲音, 便叫過一個伯仁來, 問是什麽事。 伯仁說, 你兄弟來了, 你父親, 因為他得無災無病的回來, 把肥牛毒載了。 大兒子卻生氣, 不肯進去。 他父親就出來勸他, 他對父親說, 我服侍你這多年, 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 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糕, 叫我和朋友, 一同快樂。 但你這個兒子, 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 他一來了, 你倒為他載了肥牛毒, 父親對他說, 兒呀,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 都是你的。 只是你這個兄弟, 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 我們你當歡喜快樂。 第十六章 耶穌有對門徒說, 有一個財主的管家, 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 主人叫他來, 對他說, 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呢? 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 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裡說, 主人辭我, 不用我再作管家。 我將來作什麼? 坐地呢? 無力? 土販呢? 怕收? 我知道怎麼行。 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 接我到他們家裡去。 於是, 把欠他主人債的, 一個一個的叫了來, 問頭一個說,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說, 一百石墨子。 管家說, 那你的帳快座下寫五十。 又問一個說, 你欠多少? 他說, 一百石墨子。 管家說, 那你的帳寫八十。 主人就誇獎, 這不已的管家作事聰明。 因為今世之子, 在世事之上, 教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我又告訴你們, 要藉著那不已的錢財, 結交朋友。 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 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人在最小的事上中心, 在大事上也中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宜, 在大事上也不宜。 倘若你們在不已的錢財上不忠心。 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 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一個仆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不是護者個愛哪個, 就是眾者個興哪個。 你們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馬門。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 他們聽見這一切話, 就癡笑耶穌。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 你們的心, 神卻知道。 因為人所尊貴的, 是神看為可憎護的。 律法和先知, 到約翰為止。 從此, 神國的福音傳開了。 人人努力要進去, 天地廢墟, 較比律法的一點, 一劃, 落空還容易。 凡憂妻另取的, 就是犯奸任。 取被憂之妻的, 也是犯奸任。 有一個才主, 穿着紫色袍, 和細麻布衣服, 天天奢華燕樂。 又有一個土犯的, 名叫拉薩露, 混身生倉, 被人放在財主門口, 要得財主桌子上 吊下來的零碎衝擊。 並且, 久來填他的倉, 後來, 那土犯的死了, 被天使帶去, 放在阿伯拉罕的懷裏。 財主也死了, 並且埋葬了。 他在陰間受痛苦, 舉目遠遠的, 望見阿伯拉罕, 又望見拉薩露在他懷裏, 就哭著說, 我祖阿伯拉罕呀, 可憐我罷, 打法拉薩露來, 用紙頭尖沾點水, 涼涼我的舌頭, 因為我在這火焰淚, 極其痛苦。 阿伯拉罕說, 現在, 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 拉薩露也受過苦。 如今, 他在這裏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不但這樣, 並且在你我之間, 有深淵限定, 以致人要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 是不能的。 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 也是不能的。 財主說, 我祖阿, 既是這樣, 求你打法拉薩露到我父家去, 因為我還有五個弟兄, 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 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 阿伯拉罕說, 他們有摩西和仙之的話, 可以聽從。 他說, 我祖阿伯拉罕呀, 不是的, 若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 到他們那裡去的, 他們必要悔改。 阿伯拉罕說, 若不聽從摩西和仙之的話, 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 他們也是不聽勸的。 第十七章 耶穌有對門徒說, 半島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半島人的有禍了。 就是把磨石山在這人的頸上, 雕在海裡, 還強於他把這小子裡的一個半島了。 你們要謹慎,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就勸戒他。 他若懊悔, 就搖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轉說, 我懊悔了, 你總要搖恕他。 師徒對主說, 求主加憎我們的信心。 主說, 你們若有信心, 掌一粒芥菜種。 就是對借火喪事說, 你要拔起根來, 災在海裡, 他也必拼從你們。 你們雖有博人耕地, 或是放羊, 從田裡回來, 就對他說, 你快來坐下吃飯。 豈不對他說, 你給我預備晚飯, 促上帶子滯後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嗎? 博人照所吩咐的去作, 主人還借借他嗎? 這樣, 你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當說, 我們是無用的伯人, 所作的, 本是我們應份作的。 耶穌王耶路撒冷去, 經過薩瑪利亞和加利利, 進入一個村子, 有十個長大麻風的迎面而來。 遠遠的站著, 高聲說, 耶穌, 夫子, 可憐我們吧? 耶穌看見, 就對他們說, 美門去把身體給祭司擦汗, 他們去的時候就結證了。 內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 就回來大聲歸榮耀與神, 又苦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 借人是薩瑪利亞人。 耶穌說, 結證了的, 不是十個人嗎? 哪九個在哪裏呢? 除了借愛族人, 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與神嗎? 哪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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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a 你們罷不得看見人子的一個日子, 卻不得看見,人將要對你們說, 看呀,在哪裏,看呀,在謝裏, 你們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隨他們, 因為人子在他降臨的日子, 好像閃電,從天這邊一閃, 直到天那邊, 只是他必須先受許多苦, 又被這世代氣絕, 羅雅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 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 到羅雅進方舟的那日, 洪水快來,把他們全都滅了, 又好像羅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又賣又賣,又耕種,又蓋造, 到羅德出所多馬的那日, 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 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 當哪日,人在房上, 器具在屋裏, 不要下來拿,人在田裏, 也不要回家,你們要回想羅德的妻子。 凡想要保存生命的, 別喪掉生命, 凡喪掉生命的, 別救活生命。 我對你們說, 當哪一夜, 兩個人在一個床上, 要娶去一個, 撇下一個。 兩個女人一同推磨, 要娶去一個, 撇下一個。 兩個人在田裏, 要娶去一個, 撇下一個。 門頭說, 主呀, 在哪裏有借事呢? 耶穌說, 施首在哪裏, 應也必聚在哪裏。 第十八章 耶穌設一個比喻, 是要人常常討報, 不可灰心。 說, 某城裡有一個官, 不懼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裡有個寡婦, 嘗到他那裏, 說, 我有一個對頭, 求你給我身冤。 他多日不准, 後來心裡說, 我須不懼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這寡婦煩擾我, 我就給他身冤吧, 免得他上來前往我。 主說, 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神的選民, 早夜呼籲他, 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 豈不忠久給他們身冤嗎? 我告訴你們, 要快快地給他們身冤了。 然而人子來的時候, 遇得見世上有順德嗎? 耶穌向那些像著自己是異人, 藐視別人的, 設一個比喻說, 有兩個人上殿裡去討告, 一個是法利賽人, 一個是瑞利, 法利賽人站著, 自言自語的討告說, 神呀, 我感謝你, 我不像別人勒索, 不義, 奸人, 也不像借過稅利, 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 凡我所得的, 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稅利遠遠的站著, 連舉目望天也不敢, 只隨著空說, 神呀, 開恩可憐我借過罪人。 我告訴你們, 借人回家去, 被哪人倒算為異了。 因為凡自高的, 必降為卑, 自卑的, 必升為高。 有人抱著自己的嬰孩, 來見耶穌, 要他摸他們, 門徒看見就紮備哪些人。 耶穌卻叫他們來, 說, 讓小孩子到我借女來, 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神國的, 正是這樣的人。 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要承受神國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斷不能進去。 有一個觀問耶穌說, 良善的夫子, 我該作什麼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 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沒有良善的, 戒命你是曉得的, 不可奸任, 不可殺人,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見證, 當孝敬父母。 那人說, 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耶穌聽見了, 就說, 你還缺少一件, 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 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他聽見這話, 就甚憂愁, 因為他很負足。 耶穌看見他就說, 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 是何等的難呀? 駱駝穿過針的眼, 比財主進神的國, 還容易呢? 聽見的人說, 這樣, 誰能得救呢? 耶穌說,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卻能。 彼得說, 看呀, 我們已經撇下自己所有的, 跟從你了。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人為神的國, 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 弟兄、 父母、兒女, 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 在來世不得永生的。 耶穌帶著十二個門徒, 對他們說, 看呀, 我們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寫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將要被交給外邦人, 他們要棄弄他, 凌辱他, 套退沒在他臉上, 並要鞭打他, 殺害他。 第三日, 他要復活。 這些事門徒一樣也不懂得, 意思乃是隱藏的, 他們不曉得所說的是什麼。 耶穌將近耶利哥的時候, 有一個核子坐在路旁土販, 聽見許多人經過, 就問是什麼事。 他們告訴他, 善拿撒勒人耶穌經過, 他就呼叫說, 大衛的子孫耶穌呀, 可憐我吧。 在前頭走的人, 就責備他, 不許他作聲, 他卻愈發喊叫說, 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吧。 耶穌站住, 吩咐把他領過來, 到了跟前, 就問他說, 你要我為你作什麼? 他說, 主呀, 我要能看見。 耶穌說, 你可以看見, 你的信夠了你了。 核子立刻看見了, 就跟隨耶穌, 一路歸榮耀與神, 眾人看見這事, 也讚美神。 第十九章, 耶穌盡了耶利哥, 正經過的時候, 有一個人名叫薩該, 作衰利長, 是個才主, 他要看見耶穌是怎樣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見, 就跑到前頭, 爬上桑樹, 要看耶穌。 因為耶穌必從哪裏經過, 耶穌盡了哪裏, 抬頭一看, 對他說, 薩該, 拜下來,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他就急忙下來, 歡歡喜喜的, 接待耶穌。 眾人看見, 都私下而論說, 他竟到罪人家裡去住宿。 薩該站著, 對主說,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 我若鵝詐了誰, 就還他四倍。 耶穌說, 今天救恩到了謝家, 因為他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孫, 人子來, 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 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們以為神的國快要顯出來, 就另切一個比喻說, 有一個貴就往遠方去, 要德國回來, 便叫了他的十個賦人來, 交給他們十定銀子。 說, 你們去作生意, 直等我回來。 他本國的人卻恨他, 打法使者隨後去說, 我們不願意借個人作我們的王。 他既得國回來, 就吩咐叫哪領銀子的伯人來, 要知道他們作生意賺了多少。 頭一個上來說, 主啊, 你的一定銀子已經賺了十定。 主啊, 主啊, 你的一定銀子已經賺了五定。 主啊,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又有一個來說, 主啊, 看啊, 你的一定銀子在借裡, 我把他包在手根裡存著。 我原是怕你, 因為你是嚴厲的人。 沒有放下的, 還要去拿。 沒有種下的, 還要去收。 為什麽不把我的銀子交給銀行。 等我來的時候, 連本大利都可以要回來呢? 就對旁邊站著的人說, 奪過他這一定來, 給那有十定的。 他們說, 主啊, 他已經有十定了。 主人說, 我告訴你們, 凡有的, 還要加給他。 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 也要奪過來。 至於我那些囚的, 不要我作他們王的, 把他們拉來, 在我面前殺了罷。 耶穌說完了這話, 就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 將近白髮旗, 和白帶來。 在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那裡, 就打發兩個門徒說, 你們往對面穿子裡去, 進去的時候, 必看見一匹奴驅山在那裡, 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 可以解開軒來。 若有人問為什麼解他, 你們就說, 主要用他。 打發的人去了, 所預見的, 正如耶穌所說的。 他們解奴驅的時候, 主人問他們說, 解奴驅什麼? 他們說, 主要用他。 他們牽到耶穌那裡,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扶著耶穌騎上。 走的時候, 眾人把衣服搭在路上, 將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欖山的時候, 眾門徒因所見過的一切二能, 都歡樂起來, 大聲讚美神。 說,奉主命來的王, 是應當清重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折高之處有榮光。 眾人中, 有幾個法利賽人對耶穌說, 夫子, 責備你的門徒吧。 耶穌說, 我告訴你們, 若是他們閉口不說, 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 看見城, 就為他哀哭。 說, 巴不得你在這日子, 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 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來。 因為日子將到, 你的籌敵必足起土壘, 周圍環繞你, 四面困住你, 並要掃滅你, 和你女頭的兒女, 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 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 耶穌盡了電, 趕出旅頭作買賣的人, 對他們說, 經上說, 我的電, 必作討告的電, 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耶穌天天在電裏教訓人, 祭司長, 和民事, 和民事, 並長老上前來, 問他說, 你告訴我們, 你像著什麼權柄作借些事? 及你借權柄的是誰呢? 耶穌回答說, 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 你們且告訴我, 若看的浸禮, 是從天上來的, 是從人間來的呢? 他們彼此相意說, 我們若說從天上來, 他必說, 你們為什麼不信他呢? 若說從人間來, 百姓都要用石頭打死我們, 因為他們信若看是先知, 於是回答說, 不知道是從哪裏來的? 耶穌說, 我也不告訴你們, 我像著什麼權柄作借些事? 耶穌就切比喻, 對百姓說, 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 租給圓戶, 就往外國去住了許久, 到了時候, 打發一個仆人到圓戶哪裏去? 叫他們把圓中當納的果子交給他, 圓戶警打了他, 叫他兇手回去, 又打發一個仆人去, 他們也打了他, 並且凌辱他, 叫他兇手回去, 又打發第三個仆人去, 他們也打傷了他, 把他推出去了。 原子說, 我怎麼辦呢? 我要打發我的愛子去, 或者他們尊敬他。 不了, 原護看見他, 就彼此商量說, 這是承受產業的, 我們殺他吧, 使產業歸於我們。 於是, 把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 這樣, 葡萄園的主人, 要怎樣處置他們呢? 他要來除滅這些圓戶, 將葡萄園轉給別人, 聽見的人說, 這是萬不可的。 耶穌看著他們說, 經上記著, 將人所棄的石頭, 已作了防割的頭塊石頭, 這是什麼意思呢? 假裝吊在那石頭上的, 必要跌碎。 那石頭吊在誰的身上, 就要把誰摘得欺爛。 民事和祭司長, 看出這比喻是指著他們說的, 當時就想要下手拿他, 只是懼怕百姓。 於是, 窺探耶穌, 打法奸世當作好人, 要在他的話上得把柄, 好將他交在秦府的政權之下。 奸世就問耶穌說, 夫子, 我們曉得你所說所傳都是正道, 也不取人的外貌, 乃是成成實實傳神的道, 我們納稅給該殺, 可以不可以。 耶穌看出他們的鬼詐, 就對他們說, 哪一個銀錢來給我看, 這將和這號是誰的? 他們說, 是該殺的。 耶穌說, 這樣, 該殺的物當歸給該殺, 神的物當歸給神。 他們當著百姓, 在這話上得不著把柄, 又欺其他的應對, 就閉口無言了。 殺都該人常說, 沒有復活的事。 有幾個來問耶穌說, 夫子, 我世為我們寫著說, 人若有妻, 毛子就死了。 他兄弟當娶他的妻, 為哥哥生子立後。 有弟兄七人, 第一個娶了妻, 沒有孩子死了。 第二個, 第三個, 也娶過他。 那七個人, 都娶過他, 沒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後來, 婦人也死了。 這樣, 當復活的時候, 他是哪一個的妻子呢? 因為他們七個人都娶過他。 耶穌說, 這世界的人, 有娶有嫁, 唯有算為配得那世界。 與從死裡復活的人, 也不娶,也不嫁。 因為他們不能再死, 和天是一樣, 既是復活的人, 就為神的兒子。 至於死人復活, 摩西在驚激偏相。 稱主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就只是明白了, 神願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因為在他那裡, 人都是活的。 有幾個民事說, 夫子, 你說得好, 以後, 他們不敢再問他什麼。 耶穌對他們說, 人怎麼說, 基督是大衛的子孫呢? 詩篇上, 大衛自己說, 主對我主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讓我使你籌敵, 作你的腳椅。 大衛既稱他為主, 他怎麼有是大衛的子孫呢? 眾百姓聽的時候, 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要防備民事。 他們好穿長衣遊行, 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們安。 又喜愛會堂裡的高位。 賢藉上的手助, 他們侵吞寡婦的家產。 假意作狠場的討告, 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罰。 第二十一章 耶穌抬頭觀看, 見財主把捐項投在婦裡, 又見一個窮寡婦, 投了兩個小錢, 就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借窮寡婦, 所投的給眾人還多, 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 拿出來投在捐項裡。 但借寡婦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有人談論聖殿, 是用美石和貢物裝飾的。 耶穌就說, 論到你們所看見的這一切, 將來日子到了, 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不被拆毀了。 他們問他說, 夫子, 什麼時候有這事呢? 這事將到的時候, 有什麼預兆呢? 耶穌說, 你們要謹慎, 不要受迷惑,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 沒有我的寧來。 說, 我是基督。 又說, 時候更了, 你們不要跟從他們。 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 不要驚慌, 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 當時, 耶穌對他們說,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 多處必有飢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意象, 和大神跡, 從天上顯現。 但這一切的事已先, 人要下手拿住你們, 逼白你們, 把你們交給會堂, 並且收在監裏, 又為我的命, 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 但這些事, 終必為你們的見證。 所以, 你們當立定心意, 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數。 因為, 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 是你們一切的人所敵不住, 博不倒的。 連你們的父母, 弟兄, 親族, 朋友, 也要把你們交官。 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 你們要為我的命, 被眾人恨惡。 然而, 你們連一根頭髮, 也必不損壞。 你們常存忍耐, 就必保存靈魂。 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 就可知道他成方長的日子近了。 那時, 在猶太的, 應當逃到山上。 在成旅的, 應當出來。 在鄉下的, 不要進城。 因為這時報應的日子, 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 當那些日子, 懷孕的和乃孩子的有和了。 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 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 他們要倒在都下, 又被老到各國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 地上的幫國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響聲, 就方方不定。 天氣都要震動。 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 就都嚇得魂不負體。 那時, 他們要看見人子, 有能力, 有大榮耀, 驾魂降臨。 一有這些事, 你們就當挺身昂首。 因為你們得屬的日子近了。 耶穌又切比喻對他們說, 你們看無花果樹, 和各樣的樹。 他發芽的時候, 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 這樣, 你們看見這些事漸漸的成就, 也該曉得神的國近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世代還沒有過去, 這時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廢墟, 我的話卻不能廢墟。 你們要謹慎, 恐怕因貪食醉酒, 並今生的思慮, 累住你們的心。 那日子, 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 因為那日子要這樣, 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們要時事警醒, 上上祈求。 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 得以暫立在人子面前。 耶穌每日在殿裡教訓人, 每夜出城在一座山。 名叫橄欖山住宿, 眾百姓清早上聖殿, 到耶穌那裡, 要聽他講道。 第二十二章 除敲節, 又名如月節。 近了, 祭司長黃文士, 想法子怎麼才能殺害耶穌, 是因他們懼怕百姓。 這時, 撒旦入了那稱為家略人有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門徒裡的一個。 他去和祭司長, 並守殿觀商了。 怎麼可以把耶穌交給他們? 他們歡喜, 就約定給他銀子。 他應找了, 就找機會, 要趁眾人不在跟前的時候。 把耶穌交給他們。 除敲節, 雖宰如月陽高的那一天到了。 耶穌打法彼得, 約翰, 說, 你們去為我們預備如月節的言跡, 好叫我們吃。 他們問他, 要我們在那裡預備? 耶穌說, 你們盡了成, 必有人拿著一瓶水, 迎面而來。 你們就跟著他, 到他所盡的房子裡去。 對那家的主人說, 夫子說, 客房在那裡。 我與門徒好在那裡吃如月節的言跡, 他必只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 你們就在那裡預備。 他們去了, 所預見的, 正如耶穌所說的, 他們就預備了如月節的言跡。 事後到了, 耶穌坐直, 師徒也和他同坐。 耶穌對他們說, 我很願意再受害以先, 和你們吃這如月節的言跡。 我告訴你們, 我不再吃這言跡, 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裡。 耶穌接過杯來, 足謝了。 說, 你們拿這歌, 大家分著喝。 我告訴你們, 從今以後, 我不再喝這葡萄汁, 直等神的國來到。 又拿起餅來足謝了, 就抹開第幾他們。 說, 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寫的,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飯後, 也照樣拿起杯來。 說,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薪藥, 是為你們留出來的。 看呀, 那賣我之人的手, 與我一同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的去世, 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 他們就彼此對問, 是哪一個要作謝事。 門徒起了爭論, 他們中間哪一個可算為大。 耶穌說, 外邦人有君王為主, 治理他們, 哪掌權管他們的, 稱為恩主。 但你們不可這樣。 你們裏頭為大的, 都要像年幼的, 為首領的, 都要像服侍人的。 是誰偉大, 是座植的呢? 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座植的大嗎? 然而, 我在你們中間, 如同服侍人的。 我在磨鍊之中, 上禍我同在的, 就是你們。 我將國賜給你們, 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 叫你們在我國裏, 坐在我的直上吃喝, 並且, 坐在寶座上, 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主有說, 西門,西門, 撒旦想要得著你們, 好西你們, 像西脈子一樣。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止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經過你的弟兄。 彼得說, 主呀, 我就是同你下監, 同你受死, 也是甘心。 耶穌說, 彼得, 我告訴你, 今天雞環沒有叫, 你要三次說不認得我。 耶穌又對他們說, 我猜你們出去的時候, 沒有前郎, 沒有口袋, 沒有鞋, 你們缺少什麼沒有。 沒有他們說, 沒有耶穌說, 但如今有前郎的可以戴著, 有口袋的也可以戴著, 沒有刀的, 要買衣服買刀。 我告訴你們, 經上寫著說,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這話必仍然在我身上, 因為, 哪關是我的事, 必然成就。 他們說, 主啊, 請看, 借裡有兩把刀。 耶穌說, 救了。 耶穌出來, 照常往橄欖山去, 門徒也跟隨他, 到了哪地方, 就對他們說, 你們要討告, 免得入了迷惑。 於是離開他們, 若有鷹一塊石頭那麼遠, 跪下討告, 說, 父啊, 你若願意, 就把這杯切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 從天上顯現, 加添他的力量。 耶穌極其傷痛, 討告更加狠切, 看諸如大血點, 滴在地上。 討告完了, 就起來, 到門徒那裡, 見他們因為憂愁都睡著了, 就對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睡覺呢? 起來討告, 免得入了迷惑。 說話之間, 來了許多人, 那十二個門徒女, 名叫尤大的, 走在前頭, 就近耶穌, 要與他親嘴。 耶穌對他說, 尤大, 你用親嘴的暗號, 賣人指摸。 左右的人, 見光景不好, 就說, 主啊, 我門拿刀砍可以不可以。 內中有一個人, 把大祭司的伯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的右耳。 耶穌說, 到了這個地步, 由他們說, 就摸那人的意地, 把他治好了。 耶穌對那些來拿他的祭司掌, 和守殿官, 定掌勞, 說, 你們帶著刀棒, 出來拿我, 如同拿強盜嗎? 我天天和你們在殿內, 你們不下手拿我, 現在卻是你們的時候, 黑暗掌權了。 他們拿著耶穌, 把他帶到大祭司的宅女, 彼得遠遠的跟著。 他們在遠子裡生了火, 一同坐著, 彼得也坐在他們中間。 有一個侍女, 看見彼得坐在火光裡, 就定睛看他, 說, 這個人素來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卻不承認, 說, 女子, 我不認得他。 過了不多的時候, 又有一個人看見他。 說, 你也是他們一黨的。 彼得說, 你這個人, 我不是。 約過了一小時, 極力的說, 他實在是同那人一伙的。 因為他也是嘉利利人。 彼得說, 你這個人, 我不曉得你說的是什麼。 正說話之間, 雞就叫了, 主轉過身來, 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主對他所說的話。 今天雞叫二仙, 你要三次不認我。 他就出去痛哭。 看守耶穌的人氣弄他, 打他, 又蒙著他的眼問他說, 你是先知告訴我們, 打你的是誰。 他們還用許多別的話, 辱罵他。 天日亮, 民間的眾長老, 連祭司長帶民事都聚會, 把耶穌帶到他們的工會裡。 說, 你若是基督, 就告訴我們。 他們, 耶穌說, 我若告訴你們, 你們也不信。 我若問你們, 你們也不回答。 從今以後, 人只要坐在神權能的右邊。 他們都說, 這樣, 你是神的兒子嗎? 耶穌說, 你們所說的是。 他們說, 何必再用見證呢? 他親口所說的, 我們都親自聽見了。 第二十三章 眾人都起來, 把耶穌戒到彼拉多面前, 就告他說, 我們見證人有惑國民, 禁止納粹給該殺, 並說自己是基督, 是王。 彼拉多問耶穌說, 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耶穌回答說, 你說的是。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 我查不出這人有什麼罪來。 但他們越發極力的說, 他善惑百姓, 在猶太遍地傳道, 從加利利起, 直到這裡了。 彼拉多一聽見, 就問這人是加利利人嗎? 既曉得耶穌屬希律所管, 就把他送到希律那裡去。 那時,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希律看見耶穌, 就很歡喜, 因為聽見過他的事, 久意想要見他, 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跡。 於是問他許多的話, 耶穌卻一言不答。 祭司長和民事, 都站著極力的告他。 希律和他的兵丁, 就藐視耶穌, 氣弄他, 吸他穿上華麗衣服, 把他送回彼拉多那裡去。 從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 在那一天, 就成了朋友。 彼拉多全齊了祭司長和官府, 並百姓, 就對他們說, 你們借借人到我借裏, 說他是有惑百姓的。 看呀, 我也曾將你們告他的事, 在你們面前審問他, 並沒有查出他什麼罪來,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 所以,把他送回來, 可見他沒有做什麼該死的事。 故此, 我要摘打他, 把他釋放了。 每逢這節旗, 循府必須釋放一個囚犯, 給他們。 眾人卻一起喊著說, 除掉這個人, 釋放巴拉巴給我們。 這巴拉巴是恩在城裡作亂, 殺人下在監侶的。 彼拉多願意釋放耶穌, 就又勸解他們。 無奈他們哭著說, 釘他十字架, 釘他十字架。 彼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 為什麼呢? 借人作了什麼惡事呢? 我並沒有查出他什麼該死的罪來, 所以, 我要摘打他, 把他釋放了。 他們大聲吹逼彼拉多, 求他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他們的聲音就得了勝。 彼拉多借財照他們所求的定案, 把他們所求的那作亂殺人下在監侶的, 釋放了。 把耶穌交給他們, 任憑他們的意思行。 大耶穌去的時候, 有一個鼓勵內人西門, 從鄉下來, 他們就抓住他, 把十字架擱在他身上, 叫他背著跟隨耶穌。 有許多百姓, 跟隨耶穌。 內中有好些婦女, 婦女們為他浩濤痛哭。 耶穌轉身對他們說,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為我哭。 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 因為日子要到, 人必說, 不生育的, 我未曾懷胎的, 未曾與養嬰孩的, 有福了。 那時, 人要向大山雪, 倒在我們身上, 向小山雪, 遮蓋我們。 這些事, 既行在有汁水的樹上, 那枯乾的樹, 將來怎麼養呢? 又有兩個犯人, 和耶穌一同帶來處死。 到了一個地方, 名叫竹樓地, 就在那裡, 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又釘了兩個犯人, 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當下, 耶穌說:「父啊, 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曉得。 丁丁就捏扣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裡觀看, 官府也癡笑他說, 他救了別人, 他若是基督, 神所揀損的, 可以救自己吧。 丁丁也棄弄他, 上前拿粗送給他喝。 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穌上, 在耶穌上, 有一個牌子, 寫著, 這是猶太人的王。 那同釘的兩個犯人, 有一個基督他說:「 你不是基督嗎? 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 哪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 你既是一樣受刑的, 還不怕神嗎? 我們是應該的, 因我們所受的, 與我們所作的相情。 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 就說:「耶穌說:「 你德國降臨的時候, 求你紀念我。」 耶穌對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 今天, 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那時, 若有五正, 遍地都黑暗了, 直到新初, 一頭變黑了, 殿裡的萬子從當中列為兩半。 耶穌大聲哭著說:「 父啊,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 說了這話, 氣就斷了。 白夫長看見所成的事, 就歸榮耀語神說:「 這真是過意人, 聚集觀看的眾人, 見了這所成的事, 都隨著空回去了。 還有一切與耶穌熟悉的人, 和從嘉莉莉跟著他來的婦女們, 都遠遠的站著。 看這些事。」 有一個人名叫約瑟, 是個已是, 為人善良公義, 眾人所謀所為, 他並沒有服從。 他本是猶太, 阿里馬太城裡, 素上盼望神國的人。 借人去見彼拉多, 求耶穌的身體, 就取下來, 用世麻布果好。 安放在石頭造成的墳墓裡, 那女頭從來沒有遇過人。 那日是預備日, 安息日也快到了, 那些從嘉莉莉和耶穌同來的婦女, 跟在後面, 看見了墳墓, 和他的身體怎樣安放, 他們便回去, 預備了香了香功。 他們在安息日, 便遵著戒命安息了。 第二十四章 七日的頭一日, 黎明的時候, 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 來到墳墓前, 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 他們就進去, 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 正在猜疑之間, 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 衣服放光, 婦女們驚怕, 將念伏地。 那兩個人就對他們說, 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再借女, 已經復活了。 當紀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 怎樣告訴你們? 說, 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裡, 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復活。 他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 便從墳墓那裡回去。 把這一切事告訴十一個仕徒, 和其餘的人。 雅告訴使徒的, 就是莫達拉的瑪利亞, 和約阿娜, 還是雅各的母親瑪利亞。 還有與他們在一處的婦女。 他們這詩說, 使徒以為是會現, 便不相信。 彼得起來, 跑到墳墓前, 低頭往淚看, 見世麻布獨在一處, 便回去了。 心裡稀奇所成的事。 正當那日, 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 這村子名叫以馬吾斯, 來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 他們彼此談論所預見的這一切事。 正談論相問的時候, 耶穌親自就近他們, 和他們同行。 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 不認識他。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 他們就站住, 臉上戴著壽容, 而人中有一個名叫格留巴的。 回答說, 你在耶路撒冷作客, 還不知道這幾天在哪裏所出的事嗎? 耶穌說, 什麼事呢? 他們說, 就是拿撒冷人耶穌的事。 他是個先知, 在神和眾百姓面前, 說話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掌王我們的官府, 竟把他戒去定了死罪, 釘在十字架上。 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屬以色列民的, 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這事成就, 現在已經三天了。 再者, 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 使我們驚奇。 他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裡, 不見他的身體, 就回來告訴我們說, 看見了天事顯然, 說他活了。 又有我們的幾個人, 往墳墓那裡去, 所遇見的, 正如婦女們所說的, 只是沒有看見他。 耶穌對他們說, 無知的人啊, 先知所說的一切話, 你們的心, 信得太遲遁了。 基督這樣受害, 又進入他的榮耀, 豈不是應當的嗎? 於是, 從摩西和眾先知起, 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 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 耶穌好將還要往前行, 他們卻強留他說, 時候晚了, 日頭已經平西了, 請你和我們住下吧。 耶穌就進去, 要和他們住下, 到了坐席的時候, 耶穌拿起餅來, 祝借了, 抹開, 抵給他們。 他們的眼睛明亮了, 這才認出他來, 忽然, 耶穌不見了。 他們彼此說, 在路上, 他和我們說話, 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的心, 豈不是火熱的嗎? 他們就立時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見十一個仕途, 和他們的同仁, 聚集在一處, 說, 主果然復活, 已經現給西門看了。 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 和麥餅的時候, 怎麼被他們認出來的事, 都述說了一片。 正說這話的時候, 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 說, 願你們平安, 他們卻驚慌害怕, 以為所看見的是魂。 耶穌說, 你們為什麼受煩? 為什麼心裡起而念呢? 你們看我的手, 我的腳, 就知道實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無骨無肉, 你們看我是有的。 說了這話, 就把手和腳, 給他們看。 他們正起得不敢信, 並且稀奇。 耶穌就說, 你們這裏有什麼吃的沒有? 他們便給他一片蕭魚, 他接過來, 在他們面前吃了。 耶穌對他們說, 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 所告訴你們的話, 說, 摩世的律法, 先知的書, 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 都別遂應驗。 於是, 耶穌開他們的心笑, 使他們能明白聖經, 又對他們說, 照經上所寫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從死裡復活。 並且, 人要奉他的名全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 直傳到萬邦。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 降在你們身上。 你們要在城裡等候, 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耶穌領他們到白大尼的對面, 就舉手給他們祝福。 正祝福的時候, 他就離開他們, 被帶到天上去了。 他們就拜他, 大大的歡喜, 回耶路撒冷去, 尚在殿裡清眾神。